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 全球民眾主動反擊科技霸權的最新情況 在過去的一段長時間裏面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一直都是持續地漠視民意 不僅是經常無緣無故封禁用戶的帳號 使得別人說不出話 而且還是大量地獲取了用戶的個人私隱 用作商業的用途 本來他如果不是做得那麼過份的時候 這條科技霸權的水 應該還有十年八年給他吃下去 因為大家都沒有一個動機 忽然之間要離棄這個平台 畢竟這個平台 仍然是全球最多人活躍使用當中 但是現在這條朱西伯格可以說是自己打爛了個齋撥 自食惡果 他先是迫白現任總統 封鎖了特朗普總統的用戶 就已經觸怒了全球村粉 然後這樣也不夠 他還要賺大錢 平時老實說我們那些個人私隱 如何被他收集 那些已經是算數了 利用作商業用途大家都明白 誰知道他還要在WhatsApp 都要收集這些東西 還要迫你同意他才可以繼續用 這些就叫做明搶的 平時拉了那麼多 用戶都沒有出聲 現在也不夠的 還要明搶的 大家忍受不了 最後就拉隊離開 這些完全是無需拿來壞 所以如果這個科技霸權 有朝一日真的土崩瓦解的時候 朱西伯格自己本人都是英記一功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剛才就說到WhatsApp 現在大家轉頭去另一個Apps 就叫做Signal 根據美國Business Insider的網站指出 在1月6日至1月10日期間 在全球的蘋果App Store 和Android的Google Play裏面 一共錄得了有750萬人次 下載Signal這個手機Apps 比上週同期急增420倍 這個數字當然是相當驚人 亦都是令人鼓舞 就已經是印證得到 大家真的 開始從WhatsApp那裏撤退 當然有很多人其實是相開的 老實說保留WhatsApp 就無可口非 因為始終來說 這個Apps還是主流 大家都在用 為了保持聯絡 就照樣放在這裏 但是放多了一個Signal 起碼就是一個表態 就是向科技霸權說不 就是不妥理這個科技霸權 至少我們就可以從一些 經常溝通的朋友那裡入手 慢慢多人的時候 其實就會造成效應 大家自自然 就會從一個Apps搬到另一個Apps 作為自己的主要溝通平台 一定是有一個過程來演進 當大家都願意踏出一步的時候 就會變成了人類的一大步 而且也千萬不要看小自己的個人力量 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自身的控制範圍裏 略盡一分的勉力 集合起來這個力量就是很強大 WhatsApp也要跪下 Facebook也要腳軟 因為 人才是最重要的價值 我們必須強調人的價值 而不是強調平台的價值 這個平台的價值對於我們自身來說是沒有用的 我們這個平台無論是社交平台 Facebook也好 或者是即時通訊工具WhatsApp也好 根本上就是我們跟不同的人來溝通 我們不是跟諸西伯格這個人溝通 或者不是跟他請回來那幫霸權的 作就違約的人溝通 所以人的價值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人願意離開的話 他這個平台就變得沒有價值 當然在轉換平台的過程當中 無論是從WhatsApp轉到Signal 或者是Telegram等等的軟件 又或者是從Facebook轉到Mivi等等的平台 一定會有一個時間來適應 因為始終來說介面不同了 按進去的時候有些按鍵需要熟習 但是這個麻煩就是一時的 打擊科技霸權就是一輩子的 所以這件事絕對是超值的 況且就是 下載的Apps其實都不用錢而已 如果有朝一日 那些Apps都變成了霸權的時候 慢慢變成了網絡怪獸的時候 那就再走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 一雞死一雞鳴 當一個平台變成一個霸權的時候 自自然就會有另一個平台出來 打擊霸權這個角色 當那個平台都變成霸權的時候 又會有另一個平台出現 其實就是跟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 差不多 萬變不離其中 所以就不需要擔憂 怕是益了Signal Telegram或者Mivi 我覺得這些是多餘的 另外我又想說一下 有些國際線的KOL 就持續為著這件事來轉移視線 當大家都非常活躍地轉換平台的時候 這些傢伙竟然出來唱反調 在那裡潑冷水 他們說什麼呢 就把轉換平台的問題 拉扯到私隱問題上 他們就批評Mivi 因為很多Facebook的用戶 就直接 索性連Apps都刪除了 轉投了Mivi 變相使得 本身在Facebook裏面做大戶的 很多Like 很多讚好的人 他就怯了 那些人開始走 他們又批評Mivi 他們就說 這個平台是充滿私隱和安全問題的 事實上也說 Mivi這個平台一定是未完善 因為他本來是沒什麼人用的 忽然之間在過幾星期 用了一億人進去 他肯定裏面就有很多東西要倒閉 我就覺得 始終要給這些新平台一個機會才行 如果不是 永遠都是你這個霸權大了 你這個霸權沒錯 Apps是做得很好 很方便 因為你有錢 你有資源 你有人 別人的Apps新 是不是要坐牆扶躍 是不是要給別人一個機會 如果這些平台三個月不改 半年不改 一年都不改 那大家對他心淡 自然是 但是 就不是 因為別人的平台 做得不太美 或者做得不太好 你就叫別人留在Facebook那裏 這些就是奇心可諸 其實這班所謂國際線KOL 從頭到尾他們不敢批評 拜登半句 都可以理解 因為他可能要跟拜登找飯吃 問題就是你沒有理由 連這些 擁立拜登上台的 你都不敢得罪 你都不敢批評半句 朱西伯格是什麼 剛剛先 他是一個普通的商人 最搞笑的就是 這班傢伙在香港的時候 就不敢批評 成哥李嘉誠 又說他地產霸權 又說他官商勾結 這個 什麼都說得出 喂 為什麼現在去到國際的時候 反而不敢批評這些 科技霸權呢 他們批評成哥的時候 就不留情面 但是起碼成哥沒有拿到你的個人私隱 這個Facebook就不同了 完全 大家看到眼睛都可以 如果大家要刪除 他拿了什麼私隱的時候 其實可以進入Facebook的apps 就要選擇 設定和私隱 你按進去的時候 你錄下去就有一個 Facebook障礙動態 再按進去 他就可以讓你管理 到底他拿了你什麼資料 一按進去的時候 就要打密碼 你打了密碼之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 他拿了大家很多東西 那麼這些Facebook障礙動態 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就是拿來做商業用途 大家都會發現 為什麼我在某一個網站看完 很喜歡某一隻商品的時候 上到Facebook 他又會彈回相關的廣告出來 就是這個障礙動態在作誰 他又不是追蹤到我們的腦電波 只不過我們看過什麼 我們上過什麼網 如果那個網站是有跟Facebook合作的話 這個Facebook障礙動態 大家就會看得出來 記得刪除了他 不要逼了這個珠西伯格 這些才是科技霸權 我們上過什麼網看過什麼產品 關他什麼事 為什麼他要在這裡監視 他監視也不要緊 你拿來賺錢也不要緊 你還要剝奪別人的發言權 你還要貪得無厭 你還要左拿右拿 這些是有問題 你已經在賺錢 不是虧錢 你還要這個又說要拿 那樣又說要拿 叫人同意同意 同意什麼 是不是才是同意你禁言 這些是多餘的 這些是不是霸權 那些KOL不出聲 為什麼會不出聲 甚至乎還酸療療地說 我不會跟風 因為這個風氣正正是由村粉激發起 然後 有其他一般的普通民眾都開始陸續加入 形成了一股風潮 這一股風潮不是由那些人帶起的 他就是酸療療 他就不同意 他們一向都是反特朗普的 對不對 所以 根本上就不需要再聽這群人的說話 經常說什麼私隱問題 老實說上德這些社交平台 有什麼私隱可言 大家又會用自己的名字來申請 當然有些人用假名 但是你都會放自己的照片上去 當然有些人又不放 如果只是用得那麼接的時候 那些就拿來只看 他可能沒有什麼人跟他互動 所以其實有沒有這個平台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你要跟人互動的時候 你無論如何都要放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上去 有些動態會放上去 你到時去到哪些景點 覺得是有趣的 你又會打卡 肯定會做這些事情 那你有什麼私隱不私隱 老實說就算沒有互聯網那個年代 打電話也試過有被勾線的情況 一樣是沒有私隱 如果要說私隱最好就是面對面這樣說 你沒有理由有些秘密 是不讓人知道的 你竟然在WhatsApp那裏說 在Facebook那裏說 怎麼都說不通 秘密的東西 面對面 用真人來跟人說 放得上網那些東西 說什麼私隱 說私隱那些是白癡 告訴大家 想得到這些網站 哪有私隱 你要私隱 唯一的辦法就是不要上 很簡單 不要把這個問題 打擊科技霸權這個問題 轉移到私隱 根本上 大家用得到這些平台 多多少少是有所犧牲的 在所難免 你不要做得那麼過份 你不要扼殺了言論自由 有些人經常說私隱私隱 不知道在說什麼 如果要講究絕對的私隱 連2G的手機 以前大哥大那隻都不好用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過無間道 如果你的手機 開著的時候 會發出訊號 他都會找到哪一個電話發射站 你那個位置在哪裏 一樣是追蹤得到你的行蹤 不要用 那些人那麼喜歡講私隱 其實說來講去就是因為 不妥特朗普 所以他就要 撐拜登 連支持拜登上台的 那些科技霸權 他都撐了一份 不知所謂到極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